郭榮鏗在記者招待會說 如果為了爭取自由民主 他被人DQ覺得是公平 還說其實解決現在內委會的問題 就是要所有議員全力合作 我覺得他都不知道在說什麼 第一,你現在拉布說明抵制國歌法和23條 這些憲制責任和自由民主有什麼關係呢? 國歌法每個國家都應該定立 每個市民都應該定立 你的自由民主就是要反政府嗎? 所以這個立論都完全不成立 第二,解決立法會的問題就很簡單 你現在立即進行選舉程序 15分鐘就解決了 需要其他議員合作嗎? 是你不合作 還有你那二十幾個議員不合作 關其他議員什麼事呢? 所以我覺得本末倒置 還有,有人就說郭榮鏗 是根據議事規則去進行 讓議員有權發言 我看到議事規則,我重新說過 議事規則第75A說得很清楚 在選主席的時候 要是第一次會議已經選了 即是投過30分鐘已經選了 然後進入正式的程序 你郭榮鏗根本就是違反議事規則 至於你說議事規則給你發言 第一,那個不是一個議會 根本就不應該發言 我看到很多發言 又說保安要保安好一點 很多反對派議員 在選主席的會議提出什麼呢? 保安程序又不是很好 五大訴求必須要遵守 等等傳傳和選主席是無關的 根據議事規則41條 議員只限於討論題目中發表意見 是不應該說一些吳媽媽 那個題目是什麼? 選主席嘛 你說立法會保安嚴謹 會不會保障你這些 這些是選了主席才說的 所以不要當那些人不懂看議事規則 建制派班人根本沒有看過議事規則 我也都佩服反對派班人 他就熟讀議事規則 其實有幾個議員我都佩服的 包括梁國雄和朱凱迪 他們就是熟讀議事規則跟你玩 你那些建制派議員補人資源 立法會為什麼搞成今天呢? 立法會可以夠膽說 是香港動亂資源 反中亂港的幫兇 我為什麼這麼說? 先說立法會議事規則第42條 他講得很清楚 立法會議員在進場的時候 依著舉止必須創重 第二如無必要 不可以橫越立法會會場 即是說不可以衝過去主席台 議員不得閱讀 以這個會議無關的書籍刊物電腦 何俊仁在立法會看iPad 看美女 這個已經經典成為AV人 這些都是違規 還有當一個議員發言的時候 其他議員不得插嘴 要保持縮織 議事規則就很清楚 但是為什麼我們今天的立法會 本來是一個應該莊嚴肅目的場所 會變成一個流氓的地方呢? 這個就是我們前幾任的立法會主席 到今天是嚴重失職 立法會買東西 你不發覺現在立法會好像賣廣告 堅滅中共、五大訴求什麼都可以出的嗎? 其實立法會是不應該批准這些的 我以下講的就是出了這一本書 這本書就叫做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歷史規則及行事方式的參考手冊》 不要說建制派 我相信反對派都未必看過 好像我這麼勤力看完 它裡面8.52就說了 儘管議事規則沒有明文規定議員可以攜帶什麼物品 但是都說了應該是必須譬如錄簿幫助你去記憶或者文件 但是現在就擺到可以是什麼呢? 賣廣告、大大牌、大招 這些跟議事規都無關的 那誰要執行這個? 就是立法會主席 立法會議員不可以使用侮辱字眼 還有不可以說另外一個人不當同期 但是我覺得今天的立法會主席 是好像完全沒有看過這件事那樣的 互相謾罵、你插嘴我插嘴、侮辱性言論、層出不窮 基本法和議事規則都說得很清楚 立法會主席是有責任維持立法會的莊嚴和運作順暢 會議過程是依足議事規則進行 我想問問范太、曾鈺成、到現在梁君彥 你們有沒有真的跟隨議事規則 理由你的主席責任? 梁君彥如果你行使你的主席權力 你都不需要怕有人司法復活 因為2004年梁國雄申請司法復活的時候 高等法院都說清楚 法庭是不會干預立法會的內部運作 就是說你有你權 議事規則理定就可以了 所以根本你怕什麼呢? 你是不是怕反動派將你視為目標呢? 你是不是想著你退休去英國住的時候 會被人家制裁呢? 你除非不要做 其實這次事件很容易解決 立法會主席92條 授予你這麼大的權力 你直接坐下去做大會主席代替了這個都行 你明知道他們是不合理的拉布 根本這六個月內你不清楚郭仁欣是越權 什麼叫越權呢? 他這個臨時選舉正式主席的主持人 是沒有權去聽取其他的意見的 例如是什麼? 我剛才說了立法會保安嚴謹緊 有沒有保護議員? 五大訴求有沒有回應? 一國兩制等等這些言論 郭仁欣應該正式怎麼做? 對不起應該是等了正式主席選出來 你們才提出這些 我沒有權這樣做 他現在這樣做了叫做越權英文的ultra virus 一個立法會完全越權 你不可以禁止他 還有在立法會公開場合 做這麼多暴力事件 粗言畏語 衣衫不整 是給了年輕人一個好壞的印象 這二十多年的年輕人 就看了你們立法會的表現 范徐維泰 曾鈺成 梁君賢 你自己問心有沒有做過正正式職 跟逐議事規則 還有這件事去做 你們沒有 所以你們都是續職 所以我提議 將來的立法會主席 除了議員互選產生之外 必須由中央同意任命 另外所有立法會議員 什麼新的好舊好 每年都要重溫議事規則 還有基本法 因為你們是立法 香港很特別 是最多反過法的人做議員的了 立法會 立法者 違反法例 公然破壞法紀的人 都安然坐在立法會 和為香港立法 我年輕人都覺得 原來暴力可以解決問題 暴力可以讓對方讓步的話 如果我年輕幾十年 我可能都會跟他們這樣做 我希望你們問一下良心 你們有沒有做出盡忠職受 你們建制派做過什麼